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把这个换模具之前要把这些东西都拆了 怎么怎么弄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卸掉 把这个卸掉 然后把这个下冲调到最下面 把这个下冲啊 下冲针调到最下面 到时候这个中板好拿出去 首先我们要把调到最下面 然后这个时候它这个就在最下面 这个下冲已经在最下面了 帮我们把这两面的螺丝给送掉 开板下面的螺丝 换模具呢 要先把这些都拆卸以后 装模具的时候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把两边都卸掉 把净料等会卸掉 到了 被冰皮 突黑 用这个 追 Mort买 一塞 冰の 为 vaya 下面螺丝拧掉 螺丝没拧 最下面这个螺丝要拧掉 拧掉就可以拿掉了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胎板拿掉 胎板拿掉以后 我们既然换模具 就要换这三个部分 先要把这个下膜卸掉 下冲 把它拧掉 这个因为压了 如果压一段时间的话 这个下膜就不好卸了 不好卸的话 我们把这个螺丝拧掉以后 我们再把它调上来 先把它固定一下 先把它固定一下 固定以后我们把它调上来 调上来以后好卸 比较好卸 感觉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只是把它调到最下面了 现在我们把它调到最上面 这家片机的原理 它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 这个时候没有胎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摇一圈的时候 它 这中间这个就是填充量 这个就是填充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调节填充量 比如说我们往 比如说我们往左边的时候 它这个往左边的时候 压出来片就会薄一点 它填充量就减小 它之间的距离就会减小 甚至说可以把它两个 挨在一起 往左边调的时候 甚至可以把它两个挨在一起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压得很薄很薄 相反 如果我们把它往右调的时候 增大填充量 也就是说增大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这个时候我们压的时候 就是说压的片就比较厚 所谓调压力呢 也就是说往左边 同样的道理 往左边拧的时候 让上面和上送和下送之间的距离变短变小 这样的时候压力变大 这就是说调压力这个意思 调压力的原理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把下膜卸掉 把它调到去上面 好 这个时候它已经在上面 上面那时候 那怎么来弄呢 把这个 因为它压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这个会非常紧 把它卸掉 最好是用一个东西把它包着 就这样往上顶 这样的话 这个模具弄得不好看 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 这样加起来 所以还在那上面 毛巾不会损害 毛巾上面 不会丢下有一点痕迹 好这样就可以把下葱下掉 然后再来些上葱 安装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调在上面的话 这样会比较好馅一点 因为我们要把上面和下面都给它固定住 这样我们把上面给它固定住 好再用一个 怎么样 两个胶梯子让它馅开 好这样就把上葱给它卸掉 好这就是把模具拆掉了 然后我们换模具的时候 装模具的时候跟刚才之前讲的方法就是说 先把这个猪模给它换掉 换成你想换成的那种模具 换成猪模的 这个是6毫米的 这个是4毫米的 换好以后呢 把它安装上去 之前呢就是什么安装的都已经讲过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